大家好 我是乐娜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系列节目 可以吃的花园五 花园里的迷迭香 院子里种了一颗迷迭香 长得非常茂盛 它是我们主要的厨房烹调香料 迷迭香原产欧洲地区 英国广泛栽培于花园 迷迭香没多年生 长绿灌木 夏天会开出蓝色的小花 看起来好像小水滴一般 所以也称为海洋之路 迷迭香也象征着忠诚 因此在欧洲的婚礼中 也常见新娘子 以迷迭香作为配饰 向世人昭告 她对爱情的此情不语 在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中 迷迭香是纪念和忠诚的象征 迷迭香的叶子带有茶香的味道 味道辛辣 微苦 可将少量的迷迭香的干叶 或者新鲜的叶片 用于食物的调料 特别是用于高羊 鸡 鸭 香肠 海味 甜馅 炖菜 汤等等 我们在红烧牛尾和红烧牛肋排中 都会放入迷迭香来调味 迷迭香清甜 带有松木香的气味和风味 甜中带有苦味 使红烧牛肉的味道更为醇厚清香 迷迭香具有镇静安神 醒脑的作用 对消化不良和胃痛 均有一定的疗效 将其捣碎 用开水浸泡 一天两到三次 可以起到镇静和沥尿的作用 也可用于治疗失眠 心悸 头痛 消化不良等多种疾病 迷迭香还具有强壮心臟 促进代谢 促进没烧血管的血液循环等作用 还能改善语言 视觉听力方面的障碎 增强注意力 治疗风湿病 强化干燥的功能 降低血糖 有助于动脉硬化的治疗 迷迷迭香 还可以调理油腻的肌肤 刺激毛发再生 改善脱发 是我们健康的保护神 迷迭香的种植非常省事 插浅法是种植迷迭香最简单的方法 剪下迷迭香的枝条 去掉枝条下部的叶子 埋在土里 迷迭香能够适应大部分的生长环境 而且相当耐寒 以后我会陆续的介绍 我们可以吃的白草原 感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